大家好,平时要多吃这碎馅包子,我家三天不吃就餐这锅包子,教你调馅以及和面配方,不用提前发面,简单省食,个个都是蓬松轩软不塌馅,馅鲜味美,做法简单又营养,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准备半个冬瓜,先把冬瓜皮给它削掉不要。 然后把它切开,去揉去嘴,下面利用擦丝器把它擦成冬瓜丝,全部都把它擦成这样的细条,里面放出一小勺白色的食盐,先给冬瓜沙下水,这样更入味好吃,下手把它转拌均匀,放一旁,先腌制三分钟,接下来准备一个胡萝卜,再给它擦成细丝。 上面再撒入少许白色的食盐,装拌均匀,把胡萝卜也腌制一下,放一旁,给它腌制三分钟。 这时候我们的冬瓜也淹出了那么多水,现在取出来挤干里面的水分。 挤干水分,用手把它抖散,放回圆碗中。 胡萝卜挤干水分,放到一块。 下面开始挑馅,把粉条倒进来,先给它炒拌均匀。 再来调味,放入切好的葱花,放入少许蚝油,生抽,多放点香油,胡椒粉,鸡精和味精。 排骨料,再放入一丢丢的食用盐,因为冬瓜和胡萝卜用盐腌过了。 再次用筷子把它炒拌均匀。 像这样,一道美味的馅料部分就调好了,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咱们来和面,大碗中倒入150克玉米面。 里面倒入150度刚烧开的开水,先把玉米面给它烫一下。 烫过的玉米面颜色更加的漂亮,而且细腻好吃。 先把它烫至这样的颗粒状,放在这里温度给它浆制30度左右。 玉米面晾至不烫的时候,往里面倒入3克酵母,2克无铝泡大粉。 再倒入150克好面。 把这两种面融合到一起。 再倒入温水,把它调成大面具。 然后在下手把它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 最后把它和成这种不软不硬的面团。 不需要饧发,直接把它取出来。 按满撒入少许面粉。 把和好的面团放在上面,再来揉一揉,给它揉光滑,揉均匀。 最后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 再把它搓成长条。 搓好之后,再给它切成大腰均匀的面筋子。 先取出一个面筋子,用手把它揉成一个圆形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然后,案板上撒点干面粉。 取出一个筋子,放在上面,把它按扁。 用擀面杖,再给它擀圆,擀薄,擀出一个包子皮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面皮全部干好,放入我们调好的冬瓜萝卜粉条馅。 按照自己捏包子的手势,把它捏成一个圆形的小包子。 最后,给它捏老固定。 放到案板上,再来给它团一下。 好了,像这样一个漂亮的玉米面包子就包好了。 先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,锅中加水,把包好的包子放到壁子上面,端进来。 放包子的时候,咱们把包子中间给它留够足够的空间。 这样包子在醒发的过程中,就不会粘到一块。 往上面再放入一层。 上面盖上盖子,让包子在锅里面醒发至1.5倍大。 醒发了10分钟,咱们打开看一下。 这时候,咱们的包子用手一按,迅速回弹。 像这样,就说明醒发好了。 盖上盖子开火,上气即时,蒸12分钟。 包子蒸好,不需要焖,直接打开盖子。 哇,非常的香。 大家看一下,非常的渲软。 不回缩,不塌陷。 不破皮,也不露馅。 装入镂筐中,一道非常好吃的玉米面冬瓜馅包子就做好了。 大家看一下,包子皮非常的松软,颜色漂亮。 看看里面的馅料。 哇,太香了。 特别的诱人,看着就很有食欲。 我先来尝一下。 嗯,真的是太好吃了。 馅料,又鲜又美味。 这样的冬瓜馅包子,皮肉包子,萝卜馅包子都要好吃十倍哦。 就连挑食的孩子,出锅都抢着吃。 每一个都非常的鲜软。 薄皮大馅。 关键它的做法非常简单,不用提前发面,就连新手一次也能做成功哦。 粗粮细做,简单又匀啊。 喜欢的朋友,赶紧收藏起来,有时间试试吧。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评论,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